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它其实就是问说 这个哪一个数值最接近cos 那其实要比较这六个三角函数值呢 建议就是看这个单位原上这个图 好 这个图其实就是 这个点它的x坐标 其实就是cos 对应到的就是负的红色这个长度 好那这个蓝色呢 其实这一段其实就是所谓的sine 好那这是cos 好那其实 这里面的六个三角函数值 都可以在这里找出来 好所以像这一段 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tangion 那这一段呢 好就是 这一段的话刚好是 这一段就是所谓的second 好那接下来这一段 这一段就其实跟这个红色最靠近的 这个就是cotension 对因为就是以这边为1 那这边对过来的这个x 好这边就是所谓的cotension 所以这题来说 从这图来看 因为现在2.6π 其实等于是绕了一圈 第二圈绕了0.6π 就等于0.5π再多一点点 位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红色跟粉红色的 会很靠近 所以从这个概念 我们就可以选一下 这题的答案 会是这个sine potension 2.6π 这题是绕了0.6π 这题是绕了0.6π 感谢观看